大家好,今天會溫一條關於3D的MC 立體的MC 這條題目其實可以用一個投影的方法 題目就是問DHM的三角形和底 EFHG的面之間的夾角 我們一般做法會拉垂直線 這裡拉垂直線 這裡拉垂直線 由於EFHG和ABCD的平衡 所以角都會一樣 在底或是面 所以沒有分別的,角就是這裡 但如果要加垂直線去做,有少許麻煩 在這裡試用另一個方法就是面積幫忙 面積怎樣做呢? 我們先找H投影的面 H投影的點,投影上去就會去到C DM投影也會在DM 所以投影的面就去了上面的三角形 OK,原本的面就是下面的三角形 打斜的三角形 如果用回拉垂直線 剛才的想法就是兩條高來的 你會發現 這個垂直線就是紅色三角形的高 這個就是藍色三角形的高 同底是三角形的 大家都是DM的底 所以兩條高的比例就等於兩個面積的比例 我們如果要計算θ,我們計算θ 是否可以寫成為三角形DMC的面積 那麽面積要怎樣計算呢? 其實不難的 他給了一個Ratio AB比AF是5比8 那我們設定個實數 我們譬如說AB是10 這條邊是5 這條邊是5 由於上面是Square Base 所以這條邊是10 那DE呢 即AF就會是16 我們設定個實數給他 難不難計呢?其實不難計 對,譬如我們要計算面積的話 其中一個想法就是用 Hearone Summoner 或者是普通的底乘高脆2 那這條邊是10 這條邊是10 上面的面積呢 DMC的面積呢 立即計算到就是 10乘10脆2 即是50 下面的面積呢 你有三條邊 用不是定理計算它 OK 你就會計算到Hearone Summoner的數字 然後計算完這個數字 再Shift Cosine 你就會計算到Veta 那我又留給大家試一試做 希望找到答案